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无八雅 一想天开 啊 你能看到黑石里有没有东西啊 鸾麦凤一脸震惊地望着杨开 两人这三日开采了一百块黑石 大多数杨开都只是瞧了一眼便随手丢弃 最终留下了二十七分 偏偏这二十七分竟然全都有所收获 无一厉害 如此情形无疑说明了一些事情 这不可能啊 鸾麦凤有些不信邪的 抓起一块之前被杨开丢在一旁的黑石 这黑石不大只有巴掌大小而已 催动起世界为力 不大片个功夫便将黑石溶解开来 然后内里却是空无一物 你真能看到黑石内部的情况 事实摆在眼前 鸾麦凤这下不信也得信了 啊 你那到底是什么童树啊 杨开不达 只是眉头尽重 虽然得到了二十七分修行资源 而且事实证明鸾麦凤说得没错 这稍微深处一点的矿星上产出的资源 品级确实要比外围高一些 如今得到的这二十七分中 足足有三分是五品的 可惜没有六品的 更不要说什么六品阴阳属性 鸾麦凤却莫名地振奋起来 啊 你要是真的能看到黑石内部情况 那可是极大的节省时间 提高铲除的效率呢 杨开却缓缓摇头 太慢了 鸾麦凤详然 这样你还嫌慢 你想要怎么快 杨开道 你我二人在这边忙了三天 才收获这么点东西 实在没有多大意义 鸾麦凤皱眉道 你想要六品阴阳属性的 那自然得看运气 难不成 你真以为这矿星上 遍地都是你想要之物 我自然没有怎么想过 杨开皱着眉头 只是这与我预期的 有些出入 鸾麦凤尘引片刻 伸手指向远方道 不许啊 你可以到更深处的矿星看看 我们脚下这棵 是我手下的矿奴们 迄今为止抵达最远的地方 更深处就没去过了 那里的矿星孕育的黑石 说不定品质更高一些 杨开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 只见那虚空中 横跟着大大小小的矿星 数不胜数 私负一阵 摇头道 不必了 只是依靠你我二人之力 开采速度太慢 想要凑集我需要的东西 不知要猴年马月 哎呀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鸾白凤莫名有些火大 要不你回去一趟 将我手下那些矿奴都带过来一起开采 有你神通庇护 他们修为再查 也不至于短时间里死去 总能发挥些作用 杨开文言摇头 鸾白凤这个提议更不现实 他这神通庇护两人尚可 再多几十人也行 但要说能庇护所有矿奴 那就不可能了 而且消耗太大 难以长时间保持 更何况 他也不可能一直待在这里 维持微微长青 来庇护那些矿奴 虚空帝那边 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 他需得尽快早点回去坐镇 手上已经有十人份的资源 再加上虚空帝那边 本有的三份 如今已经可以满足 十三人晋升六品所需 或许可以先回去一趟 然后慢慢等待黑玉这边开采 说不定运气好 就能得到更多 自己所需要的资源 不过这个念头 只在脑海中转了一圈 杨开便否决了 蓝白凤自己也说了 他手中私藏的那些物资 基本上都是早年 在脚下这颗矿星上 开采出来的 外面那些矿星 能产出六品的几率不大 溃然一探 杨开觉得 自己想的还是太简单了 正准备打到恢复之时 杨开忽然神想一顿 抬头朝虚空中望去 卵白凤孤已望来 察言观色间 只见杨开先是眉头紧皱 紧接着神色一动 似是想起了什么 精神大振 你 卵白凤定定地瞧着他 杨开咧嘴笑道 是了 矿奴带过来太麻烦 我也没办法待在这里 一直庇护他们 但是 咱们可以带一颗矿星回去 卵白凤被他的异想 天开吓了一跳 瞪眼道 带 带一颗矿星回去 杨开神色振奋道 黑月的外围是没有那种奇特气息的 最起码你平日居住的地方没有 若是能将深处的矿星带到那里去 那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开采了 也不用担心 自身的世界伪力会不断溢散 你疯了吧 卵白凤看傻子一样看着杨开 你带一颗回去 我看看啊 不是是怎么知道 杨开摩拳擦掌 不断观望 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 这黑狱中的矿星有大有小 太大的 咱们自然不用指望 大概也带不动 可若是找到一颗差不多的 应该能带回去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 卵白凤这下终于确定 杨开是玩真的了 顿时傻眼 谁跟你开玩笑 杨开说着便以催世界伪力 裹着卵白凤朝深处持续 既然决定要带一颗矿星回去 自然是越深处的就越好 因为越是深处的矿星 隐藏的物资也就越是丰富 品级越高 一路前行 卵白凤表情呆滞 他还有些没有跟上 杨开跳脱的思维 在黑狱攀横无数年 他从未想过 要将黑狱深处的矿星 带回外围 不是不敢想 而是这根本就是 做不到的事情 即便他是六品开天 实力强大 也难以在这身处 长时间停留 更何况 矿星一般都无比巨大 谁又能带得走 偏偏杨开不但这么想了 而且还准备这么干 前行路上 只听杨开不断地嘀咕 这颗太大了 大概带不走 这颗又小了一些 就算带回去 也亏彩不了多久 得不偿失 怎么就没有 不大不小的呢 卵白凤被他嘀咕得 有些烦躁 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也不知往黑玉深处 飞练了多久 杨开一直没有找到 合适的目标 某一刻 一股奇特的气息 忽然穿透了 微微长腥的防护屏障 瞬间将两人包裹 杨开和卵白凤 齐齐闷横一声 只感觉自身 小强坤中的世界伟丽 就像泻闸的洪水一般 咆哮着朝外流失 卵白凤脸色大变 杨开也是莫名惊悚 连忙顿住身形 朝后击退上千里 小强坤的异常 瞬间消失 包裹出两人的气息 也同时消失不见 两人心有余悸的对视一眼 卵白凤道 啊 什么情况 杨开缓缓摇头 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不过刚才那一瞬间 自身小强坤的底蕴 竟流失了差不多一成左右 虽然不知卵白凤怎样 但应该情况更差 因为此刻这女人的脸色 都微微有些发白 气息虚浮 明显是消耗巨大的样子 你的神通 抵御不住那些气息侵扰了 卵白凤惊意不定地问道 杨开沉声道 若是抵御不住 此刻咱们的小强坤中的世界伟力 应该还在流失 可是刚才 卵白凤说着又打了个冷战 方才那种感觉实在太令人惊悚 在那气息的笼罩之下 她不由生出了一种 根本无法反抗就要被抽干力量的错觉 杨开举目眺望远方 应该有一个临界点 过了那个临界点 便是我的神通 也难以防备这黑夜的力量 摇了摇头的 不能再深入了 此地便是极限 再往里面深入 咱们都得死 暗暗惊骇 这黑夜中的诡异气息 到底是什么 居然连不老数净化凝炼的神通秘术 也抵挡不住 要知道 她的微微长青秘术 即便是穿梭在无影刚锋的神通内 也能相安无事的 这黑夜 竟比那无影刚锋的本质神通 还要凶险 你在此地盘更多年 难道也不清楚 黑夜深处到底有什么吗 杨开兽眉问道 卵白凤摇头 这次若非是你 我也不可能深入到这种地方 看样子 这黑夜之中 隐藏了什么大秘密啊 杨开唏嘘一声 不过任凭前方再怎么凶险 既然知道 有那么一个灵界点 杨开自然不会 再去轻易踏跃跃雷池 黑夜深处的秘密 待到日后修为更高一些 再来查探不迟 你先恢复一下吧 我找找有没有合适的框星 说不定等会儿 有要你出力的地方 杨开招呼一声 卵白凤也不跟他客气 当即取出开天单 吞服炼化 弥补自身方才的损耗 杨开虽然也有损耗 但他本身底蕴 比卵白凤雄混得多 折损的力量 倒也不妨碍他继续行动 穿梭四方 不断地寻觅 然而找来找去 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框星 不是太大了 无力带走 便是太小了 不值得带走 两日后 卵白凤睁开眼帘 气色红润 显然已经恢复了过来 有什么头绪 他瞧了杨开一眼问道 他虽然一直在打坐恢复 但对外界也不是一无所查 杨开这两日的动作 他都有察觉到 隐隐感觉杨开似乎有了什么打算 哎 你用你的铜树看看 这里的大阵是什么类型的阵法 杨开指着前方虚空某处问道 蔑视魔眼之下 他能看到那边有禁止大阵的痕迹 只不过因为阵道造诣不高 无从判断大阵的类型 卵白凤闻言当即催起自身铜树 查探片刻后道 应该是一处幻阵 幻阵 杨开眉头一皱 又带着他跑到另外一个地方 指着前方的禁止大阵 这个呢 卵白凤观摩一阵道 这是个困阵 杨开摇头 又带着他跑到另外一处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